许晴的臀,李小冉的胸,樱桃的腰,这可都是要男人命的刀 谈点越老越有味道的八位女星,各个性感妩媚风韵有存 你更喜欢哪一位?第八位,许晴 许晴出生于1969年,虽然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也有着十分出众的外貌 但那会的她还带脸婴儿肥,所以和性感几乎不沾边 2001年许晴凭借电视剧任盈盈大火 几年后又在群星电影《见过大夜》中饰演了宋靖灵 那年的她都40岁了,还是没人看出她和性感有什么关系 直到2014年,沉寂许久的许晴突然上了一档综艺 大众才发现她原来是个风情万种的美女 褪去了婴儿肥后的她多了一丝妩媚 这种纯郁的感觉不就是时下最流行的性感吗? 同时许晴的皮肤状态也令人震惊 惹得很多网友夸赞她简直是逆生长 从那以后递到许晴手上的角色,开始慢慢变得性感起来 譬如电影《老炮》中身着玉袍大秀美胸的镜头 江文导演的《鞋不压正中》更是大秀身材女人味十足 其中一场许晴趴在床上的镜头,直接登上了微博热搜 纵然大众对许晴的性格有着很多争议 但她人到中年更迷人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第七位,李小冉 李小冉的美是早熟的 即便是美如陈述,也曾经说过 在当年学舞蹈大家还都是瞅小鸭的时候 李小冉就已经是白天鹅了 同时李小冉的花期也很长 出道这么多年几乎没有瞅过 她最为出众的就是大长腿和冷白皮 就连月美女无数的钟翰良都曾感叹 李小冉简直白得令人发指 在五官都美到极致的娱乐圈 美到合照时李小冉都能靠冷白皮秒杀众人 哪怕是张子怡这样的美女 何与李小冉站在一起时都黯淡无光 另外李小冉的身材在结婚后也仿佛二次发育了一样 以前的她只有一双大长腿 现在前途后翘该有的都有 在2002年某颁奖典礼上 李小冉一件抹胸礼服 凭借着曼妙曲线大出风头 如今的李小冉虽然已经四十出头 但真的是越来越迷人了 第六位秦岚 最近秦岚频频因为好身材登上热搜 大家这才发现 以前都因为织化和复查皇后的端庄 而忽略了这位大美女性感的一面 秦岚和王阳的剧还在预告时 就因为里面的吻戏激情戏火了一把 播出后秦岚被男主公主抱的那一段 展现了她惊人的腰臀鼻 还有一双又细又直的腿 恐怕很多二十岁的女明星都没有这样的身材 更何况今年四十多岁的秦岚 又比那些年轻小姑娘多了一丝成熟女人的风韵 如今的秦岚对外还是未婚状态 但她从不避讳承认自己有固定伴侣 每次被暴恋情都是不同的小鲜肉 果真女人有魅力 四十岁也能秒杀二十岁的弟弟 你知道越老越性感的八位女星都有谁吗 年过半百却能风韵有存 征服一众小鲜肉 第五位 严妮 四十八岁凭一双美腿登上热搜 曼妙身姿令人欲罢不能 如今五十二岁的严妮性感起来简直迷死人 大多人都是从武林外传童掌柜认识的严妮 标志性的方言加上泼辣的神情 深入人心的同时 也不免让人给严妮贴上丑的标签 那会儿的她虽然也有一丝风韵 但圆糊糊的小脸和土里土气的造型 怎么都和性感美女沾不上边 但其实同掌柜这个角色 是大家对严妮最大的误解 当她穿上礼服以后 大家才发现她肉眼可见的变化 哪还是乡下来的土妞 分明是秀场上的女神 前段时间严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晒出自拍 完美的马甲线和后背线条 前途后翘肉肉长得都恰到好处 完全看不出她的女儿都已经52岁了 有网友在评论区调侃道 就这颜值和身材 估计披个麻袋都能显得高贵 严妮也算是一个大气晚成的女性代表 在她走红之时 女儿邹元清早已出生 而与前夫离婚之后也没有再婚 现在还经常被爆出和小鲜肉的绯闻 真的是好福气啊 第四位 刘涛 最近两年刘涛也是经常登上热搜 在别的明星都因为容貌感到焦虑 经常被大家吐槽脸垮了的时候 刘涛却给人一种状态回春的感觉 其实刚出道的时候 刘涛的脸被很多人说比较显老 不像那个年纪的小姑娘 但是现在40多岁了 大家都变老的时候 刘涛却还是20年前的那张脸 这可就是十足的优势了 所以说她其实不是一夜间变美的 只是年纪变老了脸 却没跟着变老 之前还有网友抬杠说全靠美颜相机 结果有路人晒出生涂 比她自己发的官方图还漂亮许多 看来只要不整容不打针 自然老去的状态就是最美的样子 另外刘涛平时也很注重身材管理 身穿紧身礼服也看不到小服坠肉 盘点越老越有味道的八位女星 谁是你心中的完美女神 第三位陈树 和很多小时候就是神言的女性相比 陈树并不是从小美到大的那种 根据陈树自己所说 她小时候就是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到的 那种最平平无奇的小女孩 之所以有现在这样高雅的气质 全是靠舞蹈培养出来的 从小学习舞蹈的 她一路考到了东方歌舞团 也是在这里接触到了演艺圈 刚开始她在《坑枪玫瑰》里 饰演一位女行警 虽然长得也比较清秀 但始终给人一种硬汉的感觉 在之后的铁梨花里就更是如此了 直到心上海滩里的《坑燕云》一角 陈树靠着她舞魅的气质 迷倒了无数观众 大气的舞官加上学过舞蹈的摇曳身姿 让她接到了不少女神的角色 美女滤镜越叠越厚 同时陈树的魅力还来源于 她对感情和人生的通透 陈树现在的丈夫 之前有过一段婚姻还带着孩子 很多人都会介意另一半是二婚 但陈树就觉得无所谓 甚至还为了丈夫的孩子 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放弃了生育自己的孩子 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做好一个计目上 如今46岁的她脸上毫无老态 反倒是岁月的沉淀 让她更添了一丝之性美 除了得益于她悉心的保养以外 和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也是离不开关系的 第二位 于飞红 但凡讨论娱乐圈里的不老女神 肯定会提到于飞红的名字 年轻时于飞红 就靠着超高颜值收获了不少粉丝 尤其是小李飞刀中的金红仙子 简直是美得不可芳物 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古典气质 于飞红先后接过不少武侠剧 纳会的她虽然美 但是整天打打杀杀 所以也是和性感不怎么沾边 随着年岁增长于飞红越来越知性 大家突然发现 她好像比从前更加漂亮了 真正的美女从来不抗拒生徒 从于飞红的路拍可以看到 今年50多岁的她皮肤状态 比很多20多的女星还好 气势方面 如今的于飞红也是多了一丝温润 比起照片的美 她在各种采访时的言辞举止要更显优雅 虽然身材方面 于飞红不能和那些凹凸有致的性感美女比 但是在她这个年纪 能做到四肢纤细没有小肚子已经很难得了 她挺拔的体态和骨子里的自信 才是身材之外别人学都学不来的优点 第一位 樱桃 去年樱桃在人世间饰演的郑娟 光着腿坐在炕上样子 打动周炳昆 也惊艳了无数观众 其实樱桃和许晴有些相似 刚出道时没什么女人味 这或许与年龄有关 也跟角色的类型有一定关系 毕竟那时候樱桃饰演不是小女生就是女兵 直到2009年 樱桃出演了杨桂飞蜜史中的杨玉环一角 让大众领略到了她隐藏的另一面 从那以后她的性感就让人无法忽视 这些年她出演过很多风姿绰约的角色 在生活中 樱桃也很会利用穿搭展现自己的魅力 偏爱紧身款的上衣和微卷的长发 把纤细的腰肢和女人味完美体现了出